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如何利用AI帮我们写提示词 建立一个非常完整的提示词库 这个概念是这样的 我们有一个想法 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需求直接丢给AI 我们是先让AI来去写提示词 那如果你不晓得什么是提示词工程的话 请你看我们上一集的影片 有教大家什么是提示词工程 而这一集的内容 我们主要就是要透过AI来帮我们建构提示词 那这个构想很简单 我们实际上会问的问题 通常都是短短的一句话 我们没办法像上一集影片讲的那样 这么详细的列出的完整的提示词 所以我们要一个具试词的工程 来去帮我们建构比较好的提示词 让AI回答比较具体的答案 所以我们把想法就直接丢给AI工具 那因为现在AI工具推陈初心的非常快 我们也不知道哪一个AI工具回复的好 那干脆让这些所有的AI工具 都来帮我们一起工作 我们就像一个老师一样 检视这些AI工具得到的内容 来去挑选哪一个AI工具 回答的内容是比较好的答案 把它塞进我们的library 变成我们的AI提示库 这个好处当我们要使用 同样重复的提示词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提示库里面 找出我们的提示词 例如你每天都要回复信件 或是你每天都要查的法律文件 还是要做的分析报告 你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去撰写你的提示词 建构一个提示词库 那我们今天要用到的工具有两个 一个是N8N 另外一个就是Notion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使用N8N 或是你不知道怎么安装的话 你可以去观看团长之前的完整教学 来去建构今天的提示词工厂 好那这个N8N很简单 我们先做一个示范 今天假设我们要AI帮我们写一个 商业企划书 我们可能会直接问AI说 请帮我写一个开咖啡店的企划书 一般我们的问题就是直接这样来去问 但是这样的问题给的回复 可能没有那么客制化 那我们就是要透过AI来去帮我们 变成一个比较有系统性的提示词 让AI能够产出比较符合我们的需求 那这边就是有一个模板 那这个模板 其实我们要先建立一个Notion的资料库 我们要去指定这个Prompt 这个Prompt要是根据我们 请帮我开个咖啡店的企划书 告诉他我的需求 有一个UserPrompt 还有一个SystemPrompt 还有我们自己的NotionID 我们会建构到不同的AI工具 包含是GGBT Cloud 还有Groke或是Gemini等等 那你可以自己再加更多的AI工具 那这边是子工作流 那子工作流其实就在我们程式里面 叫做副程式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子工作流来去执行呢 因为可能我们跑一个AI工具 如果那个AI工具有出问题 那我们还是要让子工作流把它完成 而不会说如果今天只做一条工作流 这个工作流可能会中断 因为它会先跑一条 再去跑第二条 再去跑第三条 再去跑第四条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同时 让它去跑不同的子工作流 即使这个工作流出问题的 也没有关系 这就好像电池并连跟串连的概念 如果你电池是串连的话 那电池没电了 它就不会继续执行下一个工作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用并连的方式 即使这个电池没电了 出错了也没有关系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子工作流 每一个子工作流就是对应一个AI model 像我这个AI model是对应Cloud Sonet 4 我现在这边是使用一个叫做OpenRouter 这个第三方工艺商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OpenRouter 它其实是可以串接不同的AI工具 比如说你要串Gemini还是串GVT还是串Cloud 甚至更多的AI工具它都可以串 也就是说你只要有一个API 你就可以调用各个不同种的AI大约模型 那我们这边可以点model 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多种的model 总共有509个model 那以后可能会更多 那这边就可以看到它所有的model 还有它全部的供应商都有 GVT、Cloud、Gemini、Grook等等等等 一大堆这些目前主流的供应商都有在里面 所以你只要有一个API 你就可以享有全部的model 非常的方便 那其实很简单它就有个API Key 你就直接点Create API Key 之后把你的API Key 布置起来之后 你就可以在我们的OpenRouter Account 这边就可以去贴上这边的API Key 那它就可以使用不同的AI工具 你可以看到这边可以选择 任何model它都可以选择 所以很方便 有Cloud、Gemini、DipSync 都有一个API 你就可以调用不同种的model 那我们就会把它解析成Notion的格式 然后接着串到Notion 让Notion建立一个relation 就是一个连接的关系 这样我们可以方便的解释 那接着我们就来到我们的Notion 那我创建一个Pump Request 那我这边点击一个Open 我们可以打开来这个提示词 然后点击Complete Table 然后把它打开来 好这些就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我们的四个AI model 产出的请帮我写个开咖啡店的计划书的提示词 包含了两个提示词 一个是System Prompt 一个是User Prompt 系统提示词就是我们给AI model内建的提示词 User Prompt就是我们真正提问的时候写的提示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很清楚的 follow我们之前 Google教我们提示词工程的完整步骤 帮我们产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Pump 产出最多的是ChairGPT Gemini也是产蛮多的 那Salt比较短 Rock也比较短 可能是因为我的model可以选得更高阶一点 然后选更高阶一点 产出的内容可能会更多 不过大部分都符合我们的逻辑 那并不是代表说长就一定好 那当然还是要符合你要的格式 那我设计的一个逻辑很简单 我希望它产出的是一个变数 因为我们这边是要做一个模板 今天也许我这个计划书 不见得是要写咖啡店的计划书 也许是别家店的计划书嘛 那这个提示词会加入很多的夸户 夸户里面是变数的意思 这个变数是可以更换的 那比如说你看我们这个咖啡店 不会品牌名称 因为我们不知道咖啡店的名称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品牌名称 我们是可以更改的 所以你这个提示词 你就可以拿来用 拿来用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个品牌名称 就把它改掉 那店型是什么 你也可以去改 那企划书你是要用在什么样的企划目的 也可以交代清楚 不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企划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写清楚 那每一个AI其实 他们表达的方式都不见得一样 但是都可以拿来做参考 我们就可以实际测试看看 如果我们教大家写一个企划书 跟我们用这个AI工具 来去写企划书的差别 那因为HGVD跟GEMINI 给的提示词太多变数要更改了 那我们简单先用 Solnet的企划书版本 来去做更改 那我这边还设计一个功能 就是这边Draft就是指超稿的意思 那我今天如果把它选成Select 就代表说我选中它了 那它就会在我的AI prompt的Library里面出现 假设我今天挑选这个Solnet 来自当作我们的选择 那我们今天就可以打开 你的PromptLibrary 你就会看到这个就是我挑选完的PromptLibrary 就会多了这个SystemPrompt跟UserPrompt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SystemPrompt跟UserPrompt拿去使用 那最简单的是你也可以用像是Monica这个工具 它也是可以调用不同种的AI工具 那今天假设一样是用Solnet来问好了 那它本身也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去设定你常常用的提示词 那怎么样去使用呢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提示库 它就可以自己便修你自己的提示库 那这边其实主要是SystemPrompt跟UserPrompt 那我们今天假设就是在这咖啡店的计划书 我们就把我们刚刚的那个Prompt贴上来 那为什么我要使用这个夸壶 因为使用这个夸壶 我们就可以一直变换这个变数 我把这个Select的提示词把它保存 好那以后我就打开这个提示库 我就点它来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咖啡店的计划书直接去撰写 那这边就是创业者姓名 假设我输入小名目标地区 假设是台北 咖啡店类型中高价咖啡店 那假设我的预算是100万 目标的观众可能是高科技业入管 那时间假设是一个月 那我特别专注在这个毫柄汁的咖啡 好那我们就完成这个咖啡店的计划书的变数的输入 那么点击发送 那很快它就会根据我们的提示词 经过我们优化的提示词工程 然后去产出这个详细的计划书 你可以看到我们原本 假设我今天只写说 请帮我写一个咖啡店的计划书 我们可以来看看比较它的差异 这个是我完全没有输入任何的提示词工程 直接请他帮我写一个开店的计划书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单纯只是问他 请给我一个咖啡店的计划书 AI就会用一个最绒统的方式来去执行内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标市场 他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目标市场 主要客群的市场规模 他都是用最绒统的方式来去制作 那并没有很强烈的客制化 所以如果大家都是同样用AI来去展出的 你的内容基本上因为都是AI展出 所以大部分人就可以看就是 可能就是AI展出的 没有什么新意 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客制化 你有用提示词工程去完成 那你有比较详细的叙述 他就可以告诉你说 台北中高价咖啡店创业企划书 因为你有给他详细的提示词 你的主要客群等的定位 我们都可以清楚的告诉他 所以他就可以更精准的告诉你的收入 年龄层大概是要到什么样的年龄层 你选址的更具体的建议 他直接告诉你说内湖科技园区 西医商圈 南港软体园区 但是另外一个企划书就完全不会写出 你开设的地点在哪里 他只有一个选址计划 就是一个很ROUGH的 不会告诉你一个很具体的答案 那竞争者的这些分析 因为可能竞争者分析 两边都应该不会差太多了 这边也有直接竞争者 还有竞争优势 那你这边就是竞争优势机会 他会做比较客制化的 那他还包含收入模式 咖啡饮品的销售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产出来的结果就会有所不同 因为你给他越多详细的资讯 他就能够给你越好的结果 那因为你有给他初始的资金分配 只有100万 所以他就可以针对你初期资金 只有100万来去做一个资源的分配 设备的采购45% 装满设计25% 然后首批存货8% 租金押金12% 盈利资金10% 他就可以做一些比较客制化的分配 还帮你去做损益的估算 目标的日均来客数 单价如何 比较具体的描述 但是这边很Rub 他计划书里面 因为他没有你的具体的金额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人事成本就花这么多钱 那你到底实际上会不会赚钱 他是用这个200万来去估 那你是不是就要再去修改这个计划书 你还要重新跟他讲说 我的投资初期的成本就只有100万 对不对 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再重新调整 还有你的地点 所以你的提示词工程 要给他更完整 那就可以有更好的 更客制化的计划书内容 好 所以这个就是提示词工程的好处 那当然这个提示词如果不够好的话 你也是可以直接在 Promed Library 直接去做修改去调整 或者是你觉得 我们想要试试看另外一个提示词的结果 你也可以试试看用 TrackGPT的提示词 然后可能很多人会问说 什么样的东西 我应该把它建到提示库呢 其实只要你每一天都会用到的东西 你就应该把它建立在你的提示库 那它可以省你很多时间的 你就可以用这个提示库 因为每一次如果我要打这么长的一段文字 是不是要花你很多时间 但是这个提示库的好处就是 第一次建构的时候 就帮你把这完整的提示词已经建好了 你下次在使用的时候 你只要更改里面的变数内容 换一个厂商商家名称 换一个地点 你就还是一样可以生产出一个很棒的结果 而且你可以加入更多的 更先进的AI工具来去做比较 那每一个AI工具都会有它的优势 你甚至可以互相交换结合 然后产出一个新的提示词 哪一个提示词部分你觉得写的好的 把它加入UseoPromed 哪一个部分写的好 你加入它的System Promed 这个部分也都可以 分客制化的去做调整 如果你也想要两个模板 以及团长怎么样使用Notion工具 把我们的提示词模板变成一个 可以一次浏览所有AI工具的模板 直接快速的加入的AI资料库里面 让你工作更有效率的话 团长把获得的方法放在资讯栏的连结 有兴趣的朋友再欢迎点击资讯栏 来查看获得的方法 我是巨库团长 教你用AI投资赚大钱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